這張手寫信 字跡捐秀 這是第一例確診病例 女台商親筆寫下自己的所有心聲 我回來那天 其實我身體狀況是不好的 因為我開始一直有喘的現象 所以我上飛機的時候 可是我沒有發燒 一直到上飛機都沒有發燒 可是我下飛機的時候 聽到那個廣播 說如果有身體不舒服的要講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講的 女台商說沒有一個人想要生病 在台灣很幸福 如果大家抱怨少一點 快樂就多一點 感恩多一點 我們的世界會更美好 謝謝疾管署以及所有的醫療團隊 昨天前天剛好看到那個 陳時中 陳部長在新聞裡面落淚 其實他落淚的那一剎那 我是非常有感觸的 因為我想第一個那個人會回來 他絕對不是為了讓台灣多一個人 指揮中心今天公布 女台商的錄音檔 陳時中聽錄音檔時 也一度抿嘴 眼眶為紅 因為經過治療 這名女台商三次採驗都成陰性 終於可以出院回家 一方面 當然她在精神上面 各方面都還算是比較脆弱的情況 我們就會護送到家 熟力確診 終於痊癒 消息令人振奮 借靈晚上去台北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進來